您是不是有过类似的经验呢 想要取消自己的会员服务 或者是取消订阅的服务 但是商家却是设置了重重阻碍 本周联邦贸易委员 确定了一键取消的最终规则 确保消费者们 可以更加轻松容易的取消会员服务 来看我们的新闻详细内容 联邦贸易委员会在本周 最终确定一项规则 旨在使美国家庭更容易 取消订阅和会员资格 针对包括健身房 零售商或其他企业的定期付款 这项规则旨在让消费者 选择退出定期付款 像注册时一样容易 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 Linda可汗 在公告发布后的一份声明中就表示 企业经常让人们为了取消订阅 而费尽周折 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规则 将终结这些花招和陷阱 为美国人节省时间和金钱 没有人应该为他们 不再需要的服务付费 根据这项一键取消新规则 如果客户决定在线 或通过应用程序 一步注册订阅 那么他们应该也能够通过 这种方式取消 企业还将被要求提供 类似免费试用核实结束 等重要信息给客户 并在向消费者开具账单和收费之前 争得消费者的同意 这些变化将于2025年4月起生效 该机构称不遵守规定的公司 可能会面临民事出发 拜登政府此前宣布 正在努力采用这项规定 以减少美国人与公司 就客户服务问题争论的时间和金钱 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 美国商会批评该举措 他们在一份声明中指责 联邦政府实施严厉的监管 对商业行为和定价进行微观管理 不过白宫则表示 这些努力是为了创造一个 运作更好的市场 而不是针对任何特定的公司 中天中望 这里报道